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做Live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我身邊這位 新進的ECA Connie 很高興因為她正式進來 B是4月份 4月中 4月13日 跟Ella買褲 是一個用家去買褲 4月17日 第一次是一個小型的分享會 其實是看哪裏的位置 看這裏的鏡頭在左邊 好笑 其實想起 你第二次分享會是有來的 和Rorane一起來的 我們當時是四代同堂 很快就這樣 不知是甚麼事 其實很厲害 當時我記得你 剛進入B第一個月 然後你已經很自行 自行辦很多的家庭 對 其實我講一點 其實Conny自己本身 也是從事直銷行業 六年了 對 六年了 但是他們做的制度 跟我們B是有點不一樣的 是的 所以我也很想訪問一下 Conny究竟 其實B International有甚麼 吸引到你的地方之處 我自己看幾件事 我真心說 首先就是 真是容易的 是的 寶寶班 恭喜你 既然很容易做 為甚麼呢 回想我第六年前 第一次做直銷 肯定沒有人會做 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的時候 別人就去和你分享 每個程度都是這樣 我未聽過有人舉手 我的志願是做直銷 我未聽過 當年我是我姐姐 我們正在看 你好 李先生你好 你太開心了 很感謝你 當時是我姐姐跟我說 有個生意 大家都不知道甚麼 直銷 太多名字了 直銷、傳銷、網絡市場 直銷 即是多名字 多到MLM 其實都不知道誰是對 誰是不對 當時我還出了好笑笑話 我以為我姐姐被人騙 香港人是很skeptical 整天一聽到直銷 他就問是否騙人家 很有趣的 他又在怨自己的工作 就說我工作很辛苦 又不能加工 很多怨言 但他不會試新的 這是典型的香港人 當時我有點開放心 因為我移民到澳洲 我思想比較簡單 但我又不知道是甚麼 我以為我姐姐被騙 都是問是甚麼 其實我是上網看了很多東西 當你上網看了很多東西 在你不理解的時候 其實一定會有人寫得不好 說不好的東西 是必定的 當時我還以為我姐姐被騙 我就上去拆穿他們 就上去當時的公司 就想踢爆他們 因為當時是一對的外國人 其實是一個醫生 我後來瞭解了之後 就覺得原來不是騙人的 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生意模式 我可以說 因為我看到甚麼 本小利大 無上限收入 時間彈性 沒有神經病的老闆去管理你 其實還要拿著手機 就可以運行全球的生意 還要到處旅行 其實真的很過人 所以我那個月做了一件事 在網上看 Youtube 不停看高手 直銷界的講師 去講 所以你很喜歡做這件事 喜歡到不得了 簡直是愛上 愛上 B有甚麼令你覺得 嘩 很吸引 對 我看到些甚麼 對 其實當時為甚麼 我這麼快就招了幾個朋友 這麼密的去做 為甚麼 因為我穿還沒穿 小小你也知道 4月17日還沒穿 就已經招開第一次的分享 為甚麼 其實我看到幾件事 第一 因為我的介紹人 Ella 是一個從來都不會做直銷人 我已經招聘過她 四年前 實不相沒 是失敗的 我就在想 可能她沒有資金的需要 也未必喜歡這個模式 未必明白這個模式 我的好奇 其實是 我肯定覺得 產品是好的 為甚麼 因為一個完全都不會做 這個 網絡市場的人 突然之間 這樣去分享 一定是有些東西 我就很簡單 覺得 我相信這個產品 應該是好 是不是 我覺得 以她的性格 第二 因為我聽得多 這六年我堅做 你們的批評是很厲害的 很豐富 很豐富 為甚麼呢 那天我是用家 我買了一條褲子 老闆走來 這麼好 我也買了一條 我心想 有一個顧客 我不是做 用家也有顧客 我就看到相機 和你當初一樣 和你當初看到相機一樣 然後我再聽清楚 Ella 你再多說一次 批評 怎樣出糧 你再多說一次 我真的細心地看 真的很豐富 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因為太陽線 我比較喜歡 因為 傷鬼是 我真是大小腳 很可憐 這六年之間 我很努力地試了三次 都是大小腳 你後期只有幾元一個月 那怎麼辦呢 你很慘 你又要有幾百個下線 就算你很勤力 很辛苦去做 沒有回報 是制度的問題 但是你又要照顧你的下線 其實是非常慘的 所以我一定是做太陽線 我看到這件事 第二呢 我看到李先生的背景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這是我覺得 哪有人會登報紙 我記得 登報紙 你說哪個 他不是在做議員 登報紙說要回去做直銷 我覺得厲害 我真的沒見過 在香港是不會發生的 這件事 令我引起興趣 還有我想的 我簡單覺得 因為他做了二十多年的直銷 很有經驗 本身也是工程師 我覺得有一個挺好教育的 我已經覺得 我很簡單想什麼 我很簡單 我真的想 你有名氣 你是做個區議員 你再建一間公司出來 我不覺得你會做得差 為什麼 因為有頭有臉 你都不會令到 你明白嗎 很簡單 你很緊要 你怎樣都會令到公司好 因為你有經驗 你理論上 我會覺得你做的事情 是會為前線著想 我是這樣想的 雖然我未參與 我已經這樣想 然後 你已經想得對 應該是對 再想一件事 是你們的旅行才厲害 你想想 我堅持六年直銷 我經常去旅行 我上年都去六次旅行 但我問Ella 你們對上一次旅行幾多人去 他說 對上一次去杜拜 是成千人去 對 成千人在沙漠 那些飛驅車 真的 很驚訝 很驚訝 我又想 那就是很多人賺到錢 那就是 一家公司二達標 一家公司也很賺錢 應該是很OK 想這幾件事 他又給我看 你們的照片 我剛好說 那些展示 我們公司有很多美女 我又覺得幾件事 中到啪啪聲 因為團隊都很重要 因為直銷就玩團隊 就這樣未參與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這幾件事 是會很厲害的 還有你想要的東西 對 還有我未做過產品盤 因為我一向都是做平台的 對我自己 我經常在想會不會買貨 我想得太多 我不知道產品盤是怎樣 我覺得都參與一下 對嗎 還有我的性格 要不就不做 一做就瘋狂的 全入去做 對嗎 可以 你花什麼時間 對嗎 還有你不用認識的 你是團隊 你根本不需要認識 你們認識就行了 那都要認識 你慢慢來都要認識 那之後當然了 一開始是不需要的 一開始不認識 我們都是團隊 所以就很簡單 快速速 已經慢了 因為有限聚令 那時候 只能叫六個 對 所以很瘋狂的分享 那時候做了 很多產品 原來我厲害 可以免費試到產品 真的很開心 我終於換了 你還差很少 就已經一張土耳其旅行 是嗎 是啊 我好像不是差很少 因為我出了很多 對 你出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 四月尾 四月中 四月十七號 其實兩個多月 已經這麼快 已經達標了 ECA又可以達標了一個旅行 好像很容易 是你們支持的 是真的 因為在我完全不認識的時候 是全部說了 說了 說了 也來的 還有Ella 他們是非得來的 每次 我很記得 因為我們肯定不會說 剛剛才學會 少少計數 其實我是不懂計數的 我只懂計數 每次 我見到你們是非得來的 支持 然後Ella 都是我們雙劍合璧 去跟團隊 其實是很好玩 很個人 絕對 很期待公司再爆發 還有 麻煩李先生 開加拿大線 哈哈 因為加拿大開始爆 因為加拿大線 其實出了一個Conny 是非常爆炸的 她是很喜歡做直銷 很苦 一呼百應 人們不知道什麼 都全部來光顧 她已經找了很多老闆 其實 我代李先生回答你 謝謝你 總之你發發說 你那邊開始有CCA 所以她會考慮在那邊開市場 對呀 如果我家整個屋都是火 因為我要寄給他們 所以現在有五箱 是開心的 開心的 開心的 很好玩 很開心 因為始終可以 其實我們B就是可以做國際性 是的 我知道你開頭淡湯 加拿大你好像還有開其他國家 有美國 有日本 有澳洲 但他們正在試 加拿大爆炸 因為她一摸上手 而且她很有要求 我想說她是超級有錢 超級有人脈 那邊是什麼小姐 他們做評判 那些 然後她下面的下線 是一些搞手 總之她都被拘捕得 全都超級爆炸 所以期待 期待你的加拿大造績爆炸 一起飛過去 可以呀 如果有飛機 將來真的想飛過去加拿大 開大造型 如果有飛機 想要包機 我真的想 私人飛機 李先生一會過來 李先生要先過來香港 很開心 好 多謝 Connie今天跟我們分享了 她的經歷 以及她為什麼會看中B2 其實真的 B就是一個黃金機會 我覺得現在更加 香港已經開了辦公室 還有我想說 她的產品真的中了香港人 誰沒有痛症 是不是 誰不舒服 誰是 我覺得她濕疹 和牛皮仙是緊的 香港這麼潮濕 所以是中到啪啪聲的 是啊 產品真的超好 超好 產品會說話 產品真的很有能量 因為我們原來是有些能量的 測試到的朋友 她拿去測試是厲害的 厲害的 就是我們Arapan系列 對 和Saruto都厲害 是啊 好啊 多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OK 下次見 拜拜